大家好 我是Peter 这场课呢我们来讲讲这个hashset和hashmap的工作原理 这是面试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面试 在问collection中呢 问这个hashset和hashmap的工作原理啊 这个大概占到了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机会啊 机会是必然要问到的 就是让你通过这个工作原理让你了解一下啊 考考你是不是对它里面怎么怎么运作的非常清楚 那么因为hashmap是依赖于就是hashset的工作原理 跟hashmap非常像啊 hashmap我们知道map的key value pair的我把他所有的key拿出来叫keyset拿出来 他就是个hashset 所以我们先讲hashset的工作原理 然后再讲hashmap的工作原理 这个hashmap的工作原理呢 跟hashset有微弱的不同 大致是差不多的 好 我们把这个 我们这里画了一张图来形象的表示一下这个hashset的工作原理 我们假设要加入三个object abc into a hashset will bnc have the same hashcode 这个地方我们要谈到一个hashcode confliction 就是hashcode冲突的问题怎么去解决 那么我们讲过hashset吧 开始它是一个bucket 就这么一个空间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array或者想成一个什么都多好 它有个capacity 比如说预示的空间呢 它可能是十个空间 是一个array有十个空间 那么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要插入a 我们知道a首先算一个hashcode hashcode算好以后 那么它有个hash function 把它hashcode印到 某个index 某个地方去 某个location去 这location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index 那么印过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来判断一下 这个index有没有东西 如果是空的 当然很简单 就把a加进去了 空的是啥意思 如果 我a到hashcode 通过hash function 印到一个空间 是个空的 是空间 这个bucket空间 是个没有 没有人住的地方 那啥意思呢 说明呢 a的hashcode 跟这个hash中 任何一个别的原则 hashcode不相同 大家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hashcode相同 那么从hash function 因为hash function 是固定的 应该应该同样的空间 所以说 这空间如果是空的 这表示 这个hashcode 是不相同的 我们讲过 hashcode怎么判断duplicate 先比hashcode 对吧 然后后面是a equals to b or a到e equals to b 再比 比value 那么首先比hashcode hashcode如果不相同 那肯定是不是duplicate 所以说 对于a来说 a 通过hashcode的 通过hash function 把hashcode印到某一个空间 它是空的 那么这当然是 没有重复的原则 就把它加进去了 好 我们来加b b也有hashcode 那么b的hashcode 跟a的hashcode 是不一样的 那么通过hash function 那么可能 印到另一个地方 可能b在这个地方 那么 我们知道为什么写c 我们讲 下次再来看c 是怎么做的 如果c的hashcode 恰好跟b相同 那么也就是说通过hash function b和c 印到了同样一个地方 最开始 b是先加入的 所以b占了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 c又来了 c要去同样的地方 那么当然可能是他们的ecos 不相同 就是说他们 不是duplicate 我们还要把c加进去的 这时候就发生了所谓的hashcode confliction 就是hashcode的冲突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 解决方案是新的这个元素c 占了这个空间 然后它通过一个链接 这是个link list 它有个节点 把它指向b这个空间 等于说 把b给赶出去了 赶到下面一个链接上的空间去了 c把这个空间占了 那么因为这是最快的 当然你也说 为什么不把c放到后面去了 如果这链接很长的话 c要走这么一圈 比如说这条链有10个元素 你要把c放到最后去的话 那么 就是依照这种10步 最后到最后一个地方 再把c加进去 这个是不划算的 因为在lookup的时候 在搜索的时候的话 其实你不知道c跟b 谁的概率更高 就是你看通等概率的话 那么我至少插入的时候 它是比较快的 那么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 那么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说 当我们把一个元素 往hashcode里面 插入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 大家看到是算hashcode 算了这个元素的hashcode以后 通过hash function 把它印到一个location 那么印到这个location以后 就两种情况 这个location 这个bucket location of the bucket 是空的 是now 那当然很简单 就加进去了 这就没话 可以说结束了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 它是非空 那么非空的话 我们就有 它就会有一个 有个link list 有link list 这样的话 我们顺着这个link的节点 就一步一步的往后去 比什么 比equals 当然是比a a等于b or a到equalsb 就比后面第2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 都不满足 就是这个列表走完了 都不满足 说明它是一个什么 说明它是一个 new element 它是个新的元素 新的元素的话 它就把这个空间占了 把它给挤出去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 它跟某个元素 equals也相同 是同样的 hashcode 同样的equals 那么 这就是duplicate duplicate的话 当然就不用再加入了 就忽略不计 所以说大家好好 体会一下我这个过程 是怎么做的 这个hashcode 这hashcode是怎么做的 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 我们来做两个测试 第一个测试的话 我们写一个很曲奇的例子 然后看一步步 大家能不能懂得这个过程 我一边做这个例子 一边给大家解释 把它弄明白 第2个例子是什么 我自己写一个hashset 叫myhashset 叫myset 这myset 当然 hashset里面有很多的method 我们不可能一一实现 我们把最减的比如说add了 size了 remove了 这几个优先实现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duplicate这个判断条件给加进去 那么我们用这个set 来看看是不是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们要模拟出这样一个效果来 来证实我们这样一个猜想 或者是这样一个流程是正确的 好 我们回到这来 我们 开一个新的branch 再加个lambar 好 那么我们去eclips 408 好我们 建一新的package .com .devout.collection collection collection 那么在text里面的也加这个 collection 那么我们在collection里面呢 寻定有一个 class 这class呢 我们叫keymaster keymaster 那么这里面呢 它只有一个元素 叫做key 叫做key 那么 我们写一个constructor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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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参数的 这concert就把key付过去 就完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 加上get跟set 我们把这个get跟set 补进去 那么我们现在来override hashcode跟ecos hashcode很简单 就累成这个key 所以key相同 hashcode就相同 我们来看ecos 这是个object 当然我们这么写 记得以前写法 不过等于now 当然就累成false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来看它是不是instance 这个keymaster 对吧 它如果不是这个instance的话 当然我也累成false 是吧 然后呢 我keymaster 我做一个 downcasting 叫km 对 我把它做km 然后累成什么呢 km get key 似乎等于我们的这个key 对吧 就是笔上面的value就完事了 这个介绍是很严谨的 我们讲过 我们在以前的课上讲过的开极 以后怎么写 那么这是个int number 当然怎么写就没有问题 好 我们来做这个测试 new 这个 new other 这是unit testing test keymaster 我们做第一个测试 我们这么来做啊 我们先 假设我们有一个setup keymaster 设定 hset 我们有两个keymaster 分成keymaster k1 等于new keymaster 1 啊 我们有两个keymaster 分成keymaster 好 我们一步步来 首先呢 我们set到addk1 addk1两次 addk2 啊 我们这里叫做k2 好 我们从最简单开始入手 首先我们判断一下set的size是多少 这个这个挺简单很明显 k1跟k1它是duplicate k2跟k2是duplicate k1跟k2是不相同的 因为他们的key不相同 一个是1一个是2 那不管它是扣彩的equals 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说我这时候 azer的equals 2 setup size 我讲这第一个判断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啊 懂 上过我们以前的那个这个 how to identify duplicate 这个课的话 就马上就能知道了 我们呢 啊 先run一下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改变 我们k2的setkey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本来k1跟k2啊 一个是1一个是2啊 这个他们key不相同 现在我们一setkey等于1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k1跟k2实际上他们的key相同了 如果这时候再刷hcode的时候就发生它hcode是相同的 equals也是相同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z一下 他多少呢我们说还是2 为什么呢 这一点呢 这一点呢是有点意思的啊 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reference我们来看set是个reference 它指向了两个空间 一个存放k1一个存放k2 然后这两个空间存放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他们的reference 那么k1的reference指向了k1这个object啊 k2的reference呢指向了k2的object 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没法画图 但是我们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整个看一下 我们我们set呢指向的是什么呢 k1和k2 然后k1呢指向了object 这个object里面呢 就有这个key等于1 应该是这么一个 那么k2指向的一个object呢 这叫key等于2 是这么一个object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k1 或者k2 通过这个reference对下面的key进行操作 set是不知道的 它不能 就是说我set可以找到k1k2 但k1k2找不到set 不能往上找 它只能往下找 所以说我不管k1k2 做任何的改变 那么他们set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我们这第二个呀 应该也好理解 它set还是2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件事 我们set的removekey1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 我们讲过如何加一个元素加到set里面去 那当然是判断这个这个这个一个一个判断条件 这个条件呢 我想给大家的remand一下 是什么条件呢 是一个这个我们把我们把上面那个这个slice打开 我们是大概是第六行个slice打开 我们给过这个公式 就是说hashcode 然后and end a.1b or a.1 equals b 通过这个条件 对吧 这个条件呢 如果是tue 表示它是duplicate 这个条件如果是force 表示它不是duplicate 如果在加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add一个element的时候 怎么样呢 add element的时候呢 我们要让这个条件呢 变成force 我们才能往上加 如果这条件是tue 我就不能加 反过来remove的时候呢 恰恰相反 我们要removeelement 我们要判断这个条件是tue 是tue 这个元素存在于这个这个set里面去 我们就可以才可以删 如果这条件是force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删了 这条件就不存在了 好 我们现在呢 再用这个图来解释一下 下面这个例子 要不然的话呢 大家这个对这个会很confuse 因为这个 当我们removek2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呢 这个是 这个是零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k2 已经把这个key改成1了 改成1以后的话呢 我removek1 跟removek2 其实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大家讲是不是 你removek1 跟removek2 有差别吗 完全没有差别 因为它首先啊 我们 我们通过这个图啊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图 我们来讲讲看 我们来看这个图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在加的时候啊 就是说 首先啊 我们k1的hashcode呢 k1的hashcode等于1 这个1号位置呢 location1 这k1就在里头了 那么k2的hashcode呢 等于2 这是加入的时候 那么location呢 2号位置呢 它就有了k2 这个当次序无所谓 我们只是假设 你当然可以说了 location1是k2 location2是k2 k1也可以 这都因为设置不keyboard 好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hashcode 来看这个图 通过hashcode 我们一个hash function hash function 你可以简单的 我们简化简 就像比如说 做磨操作 磨它的capacity 比如说它长度是10 如果hashcode是15 那么一磨10的话 是5号位置 如果长度是 如果hashcode是18 那么磨10的话呢 它就是8号位置 对吧 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理解 那么 当我k1是1 k2是2的时候 那么解决1号位置 我们放k1 2号位置放k2 那么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发生了改变 我们现在k2的key 也等于1了 就跟k1的key是一样的了 现在我们要removek1 removek1是什么意思 removek1是首先通过k1的hashcode 找到什么 找到location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吧 看我们看这个图来比较一下 我们是removek1的话 也是通过hashcode k1的hashcode是1 1的话 我们就印刷到hash function 印刷到1号位置 location1 那么这里面有k1 我就把它remove掉了 这当然我们用ecos比较的话 k1的ecos 当然还是2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把k1 所以说1号位置的k1 就变成0了 移走了 它会不会删掉k2 它不会删掉k2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通过k1 也好 k2也好 它到的位置是什么 它到的位置 是不会达到k2 这个k2的位置来的 因为它们的k2的1 通过hash function 它只能印到1号位置 它印不到2号位置了 不管k1 k2都印不到2号位置 好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对不对 我们先先先测一下 这0肯定是不对的 1 好 我们来弄一下 这绿了 那么如果我这时候 录不k2 我先录不刻这种 因为像k2跟k1一样 是不是还是这个效果呢 我们来看看 也是样效果 大家看到没有 这边我们的猜想是什么 现在k2的key也是1 它要录不k2 它也到1号位置上去了 到1号位置上去的话 k2的value也是1 k1的value也是1 所以说 你录不k2 其实还是把k1 给录不掉了 大家看到吧 还是把location1 这个位置给删掉了 location2 根本它达不到这个位置 因为没有谁的key 是得于2的 所以hash function 是印不到这个2号22位置的 那么大家明白了这个以后的话 就很清楚了 我们先录不k1 set remove k2 再remove k2的话 那么它还是1 因为现在的话 你没有办法回到2号位置了 就是说你在remove k2的时候 发现这个系统根本不存在k2 因为你通过k2的key等于1 印到location1 location1已经是now了 已经empty了 对吧 那我怎么样才能把k2离掉 我只有一个办法 我就是把k2的setkey 再给它挪回去 我只能变成2 好 这时候呢 我再去remove k2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时候就变成0了 这时候确实是变成0了 这时候才能删掉 因为你当k2的key变成2以后 你再去remove k2 它就已经到2号位置了 这是因为2号位置当然是相同的 好 我们来看看 对吧 这是变率了 大家好好 我刚刚好好解释一下这个过程 大家好好去体会这个过程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自己写个mindset 就是仿造我们刚刚这个过程 就是图上这个过程 来做出跟hysert同样的效果出来 这个代码呢 稍微复杂一点 我就一先写好了 我放在一个 下巴里面的地方 一个备份的地方 我就不在这里写了 我们把它拷过来 我们叫mindset 这个mindset呢 大家看看里面什么结构呢 这是我自己猜想的 因为我没有看原代码 但是我猜想这么做的话 那效果呢 达到相同的效果 好 我们来怎么做呢 我们在set里面呢 定义一个node 这node呢是包含value 这我用getary type对吧 包含这个value 包含next就是一个linked list 就是这个linked list 好 我预设capacity等于10 那么一开始呢 我初始化这个node 我做了一个内部 做了一个array 这个bucket bucket是个array 这个array的长度呢 这个还要是多少呢是10 当然你也可以说20 也可以说加参数 比如说我message里面加个参数 加个参数capacity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说初始化20个位置 或30个位置都可以 那么count是0 就是里面是没有元素的 是空的元素 好 我们呢在add之前呢 那我们先看一个bully 在内部实现一个方法 叫its duplicated 看它是不是重复的 怎么重复呢 首先你看index invalued.hashcode more capacity 首先呢我算出hashcode来 对吧 完了以后去more capacity 这就是hash function了 这将就是hash function 我用到location index 就是它的location 那么首先判断中 location是不是空 location是空 它当然不是duplicate 是个新元素 对吧 我就略称这个false not duplicate 好 如果它的link不是空 那么我就有rootnode 就是bucket 然后我这个wire loop 大家看到 是顺着link率往下走 对吧 每一个走的时候呢 我们要判断这个条件 我记得这个条件 就是说a等1.b or a.ecos b 对吧 就是用这个条件来做的 做完以后的话呢 如果它相等 所以是duplicate 我就略称2 如果一直下去的话 到now它还不相等的话 说明它虽然hashcode 是跟别人相同 但它ecos呢 跟所有的link上的元素 都不相同 那就是一个false了 就是no duplicates了 所以说 这就是这个duplicate 这个实际上是回到了我们 那么上一堂课讲 那个how to identify duplicate in handset 我们用这个原理 来做这么一个东西 好 我们来看add add 首先看是不是duplicate 如果是duplicate的话 但是return了 就什么也不做 如果不是duplicate的话 我们同样 我们通过index找到 location location以后的话 我们呢 做成一个新的node node做好了 这是一个新的node 是有value的 首先看它的这个 这个location是不是空 如果是空的话 我就把它node 附给这个空值 那么这个location 就占满地占了地方了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node到next 我就指向了 现在的当前的这个元素 我就把它放到头上来了 你看这个bucket index in node 对吧 这就是等于说c把b 挤出去了 就实现这个东西 对吧 c把b挤出去了 我们就不用这个link 再用wireloop走一通了 我们完全不用走 这就可以了 然后抗的加加 因为我加了个新元素 好 那么remove呢 是干什么呢 首先判断是duplicate 如果它不是duplicate 说明它 就是这个元素 根本不存在 就 return了 那么同样我找一个地方index 我把这个地方找到了 然后node 对吧 如果说这个node value 就等于这个value 这value完全相同 什么意思呢 就表明就是第一个元素 它就是 就是这个要30个元素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bucket index 就是node.next 对吧 就第二个元素 它是投几点 然后抗的减减 就完全了 如果第一个元素 它不是相同value的话呢 我们再往下走 我们就记录它前面一个元素 previousnode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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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抗减减对吧 因为我们减一个元素 这抗的要减减 好 那么这样做对不对呢 我们不清楚 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一个再做一个测试 这个test呢 就是test这个myset 对吧 我们这个所有的test case 可以完全造常的写一遍 那么写一遍的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只是把这个set 给换成了myset 然后newmyset 这次myset 这个本没有见过号 做好了 行了 那么后面就一模一样 如果这个答案也是相同的 说明我们这个myset 模拟出来的效果 是跟hyset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两个对不对 对 你看也是绿的 就是换了一下而已 那么这呢 我们就很清楚解释了 这个hyset里面怎么去工作的 但事实情况不是这么写的 我只是做一个simulation 做个模拟 真实情况的时候 你要去换原代码的话 应该是hashset 使用hashmap来实现的 那么我们下面来讲hashmap 我们来讲hashmap hashmap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有3 different key value pairs k1,v1,k2,v2,k3,v4 应用hashmap willk2 andk3 have the same hashcode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k1,v1怎么插入 首先是key value可以相同 key不能相同 所以k1的hashcode 我算出来用hash function 应到location就是k1,v1 那么k2,v2也同样的 应到用location叫k2,v2 那么k3,v3相同的情况下 有duplication 我就把k2,v2给送过去了 送出去了 然后k3,v3站在这个地方 是这么做的 那么这就是它的工作原因 这个你看跟hashset很像 只不过还算是一个元素 这是一个pair 一个key value pairs 那么但是有一个差别 大家要提 我要提一下 我们这里要总结一下 这个node很重要 constant hashcode will reduce a hashset to a linked list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overwrite hashcode 但是一个很坏的习惯是什么的 我们return一个fix value 比如说我就return100 所有元素的hashcode都是100 那么这就会让hashset 变成linked list 按照我们工作原理 不管任何一个元素 hashcode应到同一个地方 所以永远有什么 永远有的hashcode的confliction 有了confliction以后 它就一直往链上去 加元素去 于是整个就退化成一个链表了 退化成一个linked list以后 那performance降低了很多 我们上一堂课讲过 它performance的对比 对吧 hashset的performance 显然比linked list要好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所以一个好的习惯 虽然可以返回confliction hashcode 但是这是很坏的习惯 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也认为市场用题 What happens if a hashcode returns a fixed value returns a constant value 这个就是常见的问题 这就会reduce a hashset into a linked list 第二个 When a duplicate object is yet into a set the added add method will return false and the object won't be added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加一个duplicate element 是加不进去的一个set 加不进去的 但是不同地方在于hashmap When a key value pair with duplicate key is added into a hashmap the new value will replace the old value 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 对于hashmap而言 key value pairs 它还是同样的key 但是value可以是不相同的 所以说当你key相同的时候 第二个value就会把第一个value给冲掉 就可以replace掉 那么hashset就没有只有一个value 对吧 所以它重复的时候 它就什么也不做 所以大家要特别要小心 这个差别 这是唯一的差别 那么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那么差别是唯一的差别 好 这堂课我们就到这里 大家这个这堂课非常重要 也是一个面试的重点 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这个他们两个的工作原理 我这里我把代码传上去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先看看status 这是java08 hset and hashmap 好了 这每次都没有书签密码 好 那么才上去了 大家可以下载了 看看这个java08 已经在这里有了 大家可以下载 好 参考就到这 谢谢大家